字幕提供 《非命貴及反警察暴力抗議評人》 總統川普週三簽署備忘錄 揚言要刪減無法無天城市的聯邦資金 包括西雅圖、波特蘭、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等 司法部長巴爾也說 一直在追蹤暴力核心分子的動向 正值中印邊境爆發新一輪衝突之際 印度總理莫迪推特賬號 傳出遭駭客入侵並發出虛假冒款訊息 引發網友懷疑是中共駭客攻擊 但專家研判可能與比特幣騙局有關 美國知名魔術師布萊恩 週三僅靠著手上抓的約50顆氣球 升至24900英尺 約7590公尺的高空 並成功橫渡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沙漠 最後打開降落在一躍而下相當刺激 就像是動畫電影《天外奇蹟》的真人版 整個挑戰過程大約花了一個小時 並在YouTube上全程直播 新唐人也在電視整理報導